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珍彼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事鎮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說台灣 其實台灣的事情我們都說了很多 也說說民眾對於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的封城有什麼態度 其實台灣最新一輪的19疫情的確大規模爆發 到現在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 全島的防疫指標至今仍然停留在第三級境界 但是島內已經開始討論是不是應該實施更加嚴厲的第四級境界 即是所謂的全面封城 這樣令到當局可以規定民眾指抑在必要時外出 封鎖發生嚴重疫情的鄉鎮市區或原市 其實現在台北市所謂的空城計基本上跟封城 當然新北也是差不多的 叫做封城預演 或者演習 根據柯文哲的說法 其實都差到不遠 說回自從5月15日開始 台灣每天都錄得超過100宗的本土19確診個案 台灣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佈的數據 是5月30日 就是單日新增355例本土確診 包括 一個經常討論的詞就叫 校正回歸 校正回歸的本土個案就89例 走了 11個人 都令人心傷 根據當局早前公佈的標準 如果14天內平均每日本地確診個案達到100宗以上 而且當中一半找不到傳播鏈 那就符合提升到第四級警戒的條件 第四級警戒 全面封城 但是 台灣地區的 衛生部門的領導人 陳時中 他就說 目前的確診個案當中 大概 四分之三都是同一個 已知的 感染群體有關 強調目前 絕對沒有需要 將防疫指標再升級 阿忠還說 第三級警戒 已經 延長到14日 即6月14日 未來 未來是否需要到4級呢 亦都留待 過後再研究 過後研究 其實現在都應該研究一下 大佬 大佬 他可能是在做 已經在研究中 不過說過後再研究 是嗎 也有機會 也有機會 到時候 不要說到 我們現在在研究中 這樣說 很多人就說 研究中 快要做 好 其實也對 這樣看上來 好像很快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好像很迅速 這些是 叫做什麼 期望管理 說回 當然 現在未實施第四級的封鎖 疫情最嚴重的 其中一個地區 當然是台北市 台北市長阿文哲 早前就呼籲 當地民眾 自動自發封城 除非有必要 否則 應該按助家中 是最好的 所以 之前那位台灣明星 余程慶先生 哈林 他就走了去行山 最初他都覺得沒事 覺得我現在在山 又戴口罩 山應該沒事吧 結果他後來 是 將社交媒體上面那條 行山片刪了 亦都向公眾道歉 為什麼 因為現在 雖然你去山卡拉 行山 但是我覺得 做到一個形象 就好像 你公眾人物 都這麼鬆懈 那我就和你一起了 其實不好 真的不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亦都有人 去這個經濟 角度 看封城 都會說 不是單一 雙北 封城 就是雙北自己的市 就好像 基隆市長 林又昌 都忍不住 台灣封城 全部停擺 停班 他們說的停班 很多行業都不可以繼續運行 如果真的四級到來的時候 好像 世界都要休克 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 家產之一 現在你們仍在封城 是嗎 是休克的 有很多地方休克 暫時是休克 但是長痛不如短痛 是嗎 是 歐文哲又說 台北市的疫情 慢慢穩定 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地區就是 很多阿公店的漫華區 其實 檢測 陽性的比例 已經降到 5.1% 哇 我今天看了這個 印度 我們今早做節目家 陳月娥大哥 那個得理的 那個市長說 哎呀 還低過這個數 你信不信 新得理低過這個數 我就不 水份那麼高 但是 他們不理的了 是得理 但是我們都講過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 得理 新得理 如果一 再爆 我想我們西方國家 不要說西方國家 現在全世界都是帶蜜獲的 不是開玩笑 是嗎 到時候又出逃 最重要 最重要的東西 你是不是放過邊關出來 你又做這些事 我也有點害怕 其實得得理事長這麼說 anyway 不要緊 歐文哲 說回台北 歐文哲 他就說 19已經擴散到台北其他的地區 他強調 疫情 仍然 未樂觀 台北當局近日 亦都證實了 將會進行 進行這個封城的 叫做演習 或者叫做演練 無意 商店停業 限制民眾外出 需要大量處理 這個都 挺心酸的 需要演練 處理大量遺體的情況 可能看到印度 老實說 台灣怎樣怎樣怎樣 都好過印度很多 是吧 雖然現在也有困難 是吧 但是 倫近的 新北市 侯友宜 就說 台北 不應該單獨進行這個演練 應該交給上面政府 統籌指揮 才可以有效地 防禦疫情擴散 這樣也對 大家一起做好似好一點 另外一件事 當然我們經常說的疫苗問題 台灣的疫苗接種率 目前仍然低於 對於其他 發展了的經濟體來講 以發展個體來講 其實台灣都是屬於低水平 不要跟澳洲比 澳洲的 比較傻了 但是台灣也是比澳洲低的 疫苗接種率 他有他服從台灣沒有疫苗生產 澳洲不同 大把 魔眾都不敢說自己有多少疫苗 好心就分出去 不斷生產 我們 是啊 他現在整件事很奇怪 不斷生產 但是自己不用 又不分出去 那你生產來做什麼 真是不明白 拘捕GDP吧 那可能他分了出去 可能是黑屎 誰知道 可能 因為我個人觀感 可能他 應該就會分給太平洋島國 他也說過 那其實呢 萬一擺到疫苗 Expire 不要讓他學加拿大 不怕的 Expire 他就繼續生產 其實澳洲人 浪費東西是很有名的 全世界平均浪費食物最多的國家就是澳洲 有個這麼好的明星嗎 是的 真的好明星 加拿大那4萬5千劑 我都沒有什麼好說 是 信科學 是 我們很嚴正地說 現在 台灣距離國際 供應的群體免疫底線 相差得多遠 因為台灣的貼總率 連2%也不夠 澳洲也稍為好他一點 因為澳洲也有10% 現在 但是當局 已經說 向不同的國家和藥廠 訂購疫苗 有點難度 事實上 他們就說向美國的 莫德納採購了505萬劑19疫苗 首批 15萬劑 就是 這個星期的 周末 就會到當地 台北市長安雲哲還說 15萬劑 連前線的醫務人員都不夠用 民眾怎麼辦呢 另外 日本 作為 和台灣 比較友好的地方 其實 他 執政的 自民黨屬下 一個小組 早前建議 我以為是成行 原來建議 建議向台灣提供 庫存 部分的 阿斯利康疫苗 日本 其他國家都行 日本說什麼 你要搞奧運 他現在說會收到 成億劑 什麼 廢水 特國藍 其實 不是很奇怪 美國人說放6000萬劑 但是 什麼都有 沒有記錯的話 6000萬劑 等一會又說給 等一會又說給日本 又說給日本怎麼辦 夠嗎 他說8000萬劑 6000萬劑 其中6000萬劑是 阿斯利康 2000萬劑是 博德納輝瑞 輝瑞博德納是給親密的盟友的 阿斯利康沒有那麼親密的盟友的 盟友的 不過阿斯利康有用的 現在整件事是很古怪的 各個國家 好像澳洲那樣 我是生產大量阿斯利康 但是 就等了在那 自己又沒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加拿大買 現在買了大量阿斯利康 但是 我已經快要到期了 這樣 先打了 就是 延遲一個月 Expire 整件事是愚蠢的 既然這樣你分給非洲國家 說過什麼 阿斯利康 是不適合 50歲 以下的人打 那麼大量人50歲以上 其實 那你分 如果他們只是分給非洲國家 又不分給台灣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 美國人就不肯分大批 只有 雞碎那麼多 又不知怎樣分 所以現在 其實說白了就不知 怎樣分 對呀 反正是比 說得壞一點 又不是比 比非洲而已 老實說 我覺得 應該是要給 日本先 日本 搞奧運全球的盛事 但是日本可能只是想要輝瑞 所以 其實這個可能是策略 我現在送一些給台灣 阿斯利康 那我不夠了 麻煩你給我廢商 可能 是的 當然 現在台灣唯一可以 接種的疫苗 只有阿斯利康 但是 這種疫苗 有機會 有可能 有可能 不可以直接 有可能導致血栓 等的副作用 包括日本等多個國家 都一度限制這種疫苗的接種 對象 其實澳洲都是50歲 以下的 澳洲就是私打這個輝瑞疫苗的 其實大陸當局早前也都指 願意為台灣提供 上海復星代理的 德國BioNTech疫苗 但是 台灣叫BNT疫苗 但是 台灣 批評這種做法 明顯進行分化統戰的操作 我看不到有什麼分化統戰 他 他真是代理的 這樣跨過來說 好像不是那麼對 說句老實話 人家 拿了代理權 但是 台灣當局這種做法 都是引來了很多人的批評 好像 國民黨前主席 川書姐 洪宵珠洪秀柱就說 台灣現在真正的敵人 是19病毒而不是北京 有希望 蔡總統 盡快接受 大陸疫苗 疫苗 這樣說 我們也會在網組 做一節 明天討論一下 都會的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只要這樣說 現在 就是 一個島 一個命運 希望 台灣的網友 好好保重自己 我 經常都提醒 我在台灣的親戚朋友 沒什麼就不要到處 不要吓如晴 還去爬山 千萬不要這樣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